苹果今年的秋季发布会将会在9月8日的凌晨1点举行 按照惯例发售日将会在第二天 也就是9月9日 预计会正式开始发售 那么怎么才能不加价的情况下 抢到首发的iPhone14呢 Hello我是梅了夏 今天给大家带来全网最全的iPhone14首发抢购攻略 感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码住了 1.手机端抢购 提前下载好Apple Store 记得是这个购物袋图标 不是咱们下载应用的这个App Store哦 进去后点击右上角的头像 点击主要送货地址 提前将你的收货地址等信息设置好 点击储存 这样就能快人一步啦 一般等到发布会结束 官方就会在选购页上新iPhone14系列的购买页了 现在我先以iPhone13为例 讲解最快的抢购流程 点击进入商品页面 提前将型号颜色内存选好 右上角点击收藏 预售时间快到的时候 提前一点进入Apple Store 购买时点击为你推荐 下滑找到个人收藏 进入后下滑到底部 选择不抵扣换购 然后选择是否购买Apple Care 就可以直接添加购物贷了 点击右下角的购物贷 点击结账 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有官方指引店的话 那么尽量选择到店举购 这样手发到手是最快最稳的 如果没有指引店 就选择预计送达日期 点击下方付款方式 各种付款方式也记得提前准备好余额哦 如果使用分期付款 花呗最高支持12期的免息付款 招行、公行、建行 支持最高24期分期付款 选择信用卡分期的话 记得要提前下载好对应银行的App 付款的时候需要跳转 抢购的时候最好使用5G网络 可以多台设备同时刷新 二、网页端抢购 入手里没有iPhone的话 可以打开苹果官网 点击右上角的购物车 点击账户 提前用邮箱创建一个Apple ID 然后左上角点开选择iPhone 选择iPhone14 进入后选择型号、颜色、内存 添加到购物袋 然后点击结账 然后操作流程和前面就是一样的了 官网购买 支持14天的无理由退换货 若我不满意或者觉得有瑕疵 可以直接退货哦 三、第三方平台 也就是某猫和某东的官方直行店了 直接提前进去 加购物车就可以 当然一般量不会很大 通网速、通手速、还有人品了 而且这两个平台只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 保子民一定要看清哦 妙下不太推荐大家 直接在线下直行店抢购首发 是因为线下直行店一般购物量有限 需要排队购买 运气不好的话 还是得等2-4周的邮寄 这种方式又费时又费力 心急想要赶紧体验心机的朋友 最好还是尝试用我以上介绍的三种方式抢购 着急的可以等一等 价格回落 供应充足了 再入手也不迟 最后祝大家如愿以偿 抢购成功 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用的话 记得点赞收藏哦 主页还有更多的数码小技巧 想做个更新 记得点点关注 我是脸下 下期再见 拜拜